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站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伊贝斯 伊贝斯痰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提醒您 节目首播期间打开图牛客户端赢百元现金券 我们的节目是由海伦凯乐 林芷林专属太阳镜大力支持的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爱情保卫站的官微 即可网上冒名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请您打开微信摇一摇摇电视 进入到爱情保卫站的互动页面 百万红包等您来拿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 资深的媒体人阿蒙老师 欢迎阿蒙老师的到来 心理方面的专家 于济静 于老师 欢迎于老师的到来 爱情导师 图磊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的到来 先了解今天第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生病的时候 一般的男朋友是这样的 而我的男朋友却是这样的 回家的时候 一般的男朋友是这样的 而我的男朋友却是这样的 他请上第一 我就得自强自力 反过来还得像男人一样哄他 我真是受够了 我说了吧 这队应该挺有意思的吧 好了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 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张25岁来自吉林美发 女嘉宾0021岁来自山西 是搞舞蹈的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一个吉林一个山西 隔得还挺远 在哪认识的 我们认识的时候 是在一个朋友聚会上 才认识的 当时吧 我感觉他这个人挺老实的 也感觉他挺帅的 然后我就伸出手 就邀请他跳个舞嘛 结果他倒好 他以为我要吃他手里面的爆米花 一把爆米花塞到我怀里了 当时我还一乐 我这人是天安萌啊 我刚才心想他这人特靠谱 也特老实 结果处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 他根本不是老实啊 他就是说话干事没脑子 他都做了一些什么低情商的事啊 平时我生病嘛 一般男朋友不都是徐寒问的 端茶倒水的吗 他倒好 他说多喝点热水 平时生病还是喝热水 我那次演进去 他还让我喝热水 我就不明白啊 这热水是你加工的呀 他生病了不都喝点热水 对身体好吗 我眼睛肿得那么高 你不带我去看医生也就算了 你让我多喝热水 我干啥不让我多喝热水 那我也不是医生啊 我也不懂那么说啊 那我怎么说啊 我说你看他气不气人 有时候和他聊天 我就聊不到十句话 还有一次是 我们不是下班了吗 我就特累 我就抱怨两句 也受委屈了 他倒好 他跟我来了一句 那你多休息 我还忙 然后我就说 不行 然后完了他倒好 他聊天聊不下去了 我发一个白白这个表情 男的一般人都知道呀 发白白这个表情 就男方贪上事儿了呀 他倒好 他以为我要睡觉 那天爱的你睡吧晚啊 那你工作累了 你说那什么 我要早点睡觉 怎么了 是啊 你让我早点睡觉 没错 你说两句好话 安慰安慰我 那你发了表情 我以为你就不想说了呗 不想聊的话 那就睡觉呗 这么长这么晚的时间 你说 你说平时我俩出去的是吧 你说你说话醉一点 他完全就不管 我的那些想法 有一次就是 我俩约会嘛 挺开始那件事啊 他倒好 他突然就指到一个女孩 就说特像我前人 我说 你们俩怎么分手的呀 你知道人家咋说的吗 人家就说 人家太漂亮 太优秀 我配不上人家 我不优秀 我配得上你 你说川哥 你说 你说 你说我和前女儿 已经分手了 我背后说的坏话 也不合适对不对 前女儿也是 长得挺漂亮的 我感觉我配不上她 后来就分手了 就别再重复了 你就别再重复这点事 我问啊 以前女朋友漂亮 现在的女朋友漂亮 各有各的美吗 我抽屉我真是 我再问一遍啊 以前的女朋友漂亮 现在的女朋友漂亮 她俩都有各有各的美吗 你还在说你前女友漂亮 那你和她过去吧 那我背后说她 说她坏话也不合适 对不对啊 那我的意思是 人家太优秀 你配不上人家 意思就是我不优秀 我配得上你呗 我觉得咱俩挺般配的嘛 她这个性格 应该得罪不少人啊 就是如果这么说话的话 她是得罪不少人 有一次顾客给她剪头发 让她给她烫头发 你知道吧 她就咬住 死咬住人家那个顾客 说人家大脸盘子烫出来 她绝对不好看 结果倒好工作被辞了吧 毕竟来找我的嘛 我就这么说了 我说这个发型 在你这个大脸上脸上 做得不好看 我给你重新设计一个 显脸小的发型 当时我也不知道 怎么就被辞了呀 大哥 你说她花了冤枉钱 因为说不会说话 反正工作丢了是吧 对 她朋友多吗 她朋友还行挺多的 那就行 但是多是多 她还得罪了一个 为什么呀 我们那次不是 她带我去朋友聚会嘛 她哥们开了一个派对 然后她就看到 那个哥们就是说 换了一个新女朋友嘛 她就感觉挺好奇的 说看看她那个新女朋友 结果人家看见 人家倒好 你知道人家这话咋说的吗 哎 你知道吗 我哥们的前女友 长得倍儿漂亮 但是我感觉 能和你这样的在一起 那肯定找到真爱了 她跟她哥们的女朋友说是吗 对呀 她哥们也在旁边 我好意好意 祝福人家嘛 祝福人家天堂地久嘛 你那么一说 你旁边的哥们脸都绿了 你知道吗 本来我哥们前女友 确实长得挺漂亮的 对不对 我都实话实说嘛 我希望我哥们 又后来找个这样的女朋友 那我觉得 找这样的女朋友 我希望我哥们 能找个真爱了呗 那我就祝福他呗 有你那么祝福呢 你明明就去添乱我高年 你说他在朋友面前 说话不注意 也就得了是不是 他在我家里面 他还是这样 我刚开始把他 带我家的时候 我认为他挺老实嘛 总比那些花言巧语的 男的好 他在我家里面 我爸就说 他是干什么的 他倒是挺如是回答 美发的 一个月震的也不是很多 我爸说没关系 只要是还年轻 能奋斗 只要有上进心就行 然后又问他 你这以后有什么打算呀 你知道人家怎么说的吗 人家就说 我今年剪头发38 明年我要剪到48 你这志向真高大哥 那你一下要我剪到88 也不现实嘛 对不对 那我没那个能力嘛 不是 你剪到48了吗 现在 我剪到了 那就行嘛 他到现在都还认为说的是 我 我的远大之上 就是让他剪到88 人家说你放心 我以后绝对剪到88 你的目标也就是 二十 今年涨二十 明年涨十块 后年涨五块呀 那倒是你 你爸也没说这事呀 也没说什么 就说我有什么打算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呗 你说人家一般的男朋友 不都是说 我今年买个车 明年或者买个房 人家这志向多远大呀 所以姑娘你看 一般的你也看不上 对不对 你看这些小伙子挺好的 你父亲怎么着 就不高兴啊觉得 没不高兴 他当时那么一说 我爸一头雾水 我说你这孩子真实诚 那挺好嘛 是挺好 然后后来 说出来我都全丢人 那次我表姐 我表姐不是也顺便来了吗 但是闺女一块说吃饭 吃饭的时候 说让小孩子 给大家唱唱歌 乐呵乐呵呗 刚才幼儿园学的儿歌嘛 然后唱到半截 我们大家都挺捧场的 这大神直接就来 就哈哈等着大笑 完全不顾我们大家的 就是尴尬 你知道有多尴尬吗 我还当时还给他圆场 我说你笑什么呀 孩子唱得多好听 他倒好 他来得去 那唱得好吗 第二楼跑到国外去了 唱就是难听 那我笑还不行吗 你憋不住 你憋不住 你就不能给孩子 留留自尊心是吧 你说你不哄还好 你那么一哄 孩子哭得更厉害 怎么了 那你又看到孩子哭 我哄一哄了吗 不行 不对吗 有你那俩哄的吗 你告诉大家 你咋哄的呀 我就说宝贝 你再唱 你再唱一段 这次我肯定是鼓励你 给你鼓掌 你真行 我告诉你 你真行 弄得我家 我家都不敢说话了 你知道吗 都说 你说吃完饭以后 在家你闹得这么多尴尬 你说你下午子期 陪我爸爸 你说你好好下 你让人让老爷子呀 是不是 我就感觉他就不会来事 我就跑过去那么一看 我告诉你 人家一点都没让着我爸呀 就是 我说你挪上一步棋子啊 我偷偷告他 然后人家就说 不能挪啊 挪了干嘛 挪了你爸就赢了 你知道吗 川哥 当时我那棋子 活山死士起 结果他这么一挪 我还赢啥呀 老爷子把我两边都堵死了 我还怎么赢啊 那你让老爷子 赢一让一局啊 是不是 你下了几盘 把我爸打得那一头雾水啊 那我还故意输吗 我故意输 他对老爷爷有尊重吗 你这个活宝剪得挺好 好吗 我感觉我和他过不下去了 行 听明白了 叫人家嫌你没脑子 想跟你分手 你愿意分吗 不愿意 喜欢他吗 喜欢 他有点看不上你 你还是喜欢他 我觉得他俩挺般配的嘛 我也觉得你俩挺般配的 说实话 我说的是实话啊 这个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说话 有的时候确实太直了 我没感觉我说话太直啊 你那些朋友都特喜欢你知道吗 还可以啊 挺喜欢的啊 我看大家也挺喜欢你的 你一会儿让老师帮你分析分析 你应该怎么办 好吗 来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别看姑娘你对她很多的抱怨 但是你心里藏着对她很深的喜欢和眷恋 只不过你希望她对于你有更多的一些回应 你所期待的那种回应 对 但是后来当你发现她的这种直率的时候呢 又会对你的性格或者是你的表达方式形成一定阻碍 所以你就看不惯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你深层次还是挺喜欢她的 所以你们之间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就谈到分手 我只是希望有一点小伙子你要注意 你的内心深处的你 并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你能够知道哪些场合是这样 哪些场合不是这样的话 我相信你跟你的女朋友合作这场爱情 应该还是比较融洽的 好嘞 谢谢您 其实心直口快 我们很多人经常会这样讲 我说话比较直就别介意 其实往往我们在说话 说我们比较直的时候 也为自己不走脑子找了一个借口 其实很多事情稍微多显点 是比较累的 也是比较复杂的 心直口快在某些层面上来讲 说你比较实诚 但同时也说明 我们在想问题想的比较少 比较单一 同时的话也可能偏自我 如果你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么你今后要稍微注意一下 第一 说话别那么快 第二呢 多想想 人家想听嘛 第三 你说这句话之后 你想表达的意思和你说的是一个意思嘛 有的时候你表达的意思 和别人听到的未必是一个意思 当然我最可怕的就是 也最担心的就是 你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我刚才所说的 就没有任何的好处或者帮助了 俩人我觉得问题不太大 应该挺互补的 但是你追求完美那也是不可能 好 好吧 谢谢 谢谢余老师 佛老师 其实更多的条件下 我给你一个建议 你可以不说 明白吗 可我憋不住啊 不要任性了 只要是个成年人 就应该能管得住自己的嘴 管得住自己的手 管得住自己的脚 唯一管不住的是自己脑袋里面想什么 那是管不住的 所以不要任性 你刚才说这句话 你说我憋不住 这就是任性了 你既然知道自己不懂得怎么说话 又不愿意去伤害别人 我就选择不说 我选择沉默 这样的话会让自己多看 多想多听 你明白吗 这么说我还明白的 女生往往很矛盾 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丈夫 对自己一心一意 一方面又希望她甜言蜜语 但话说实在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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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灯吧 亮灯吧 来 送个礼物 不要保持一倍吃 回去吧 回去吧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啥时候剪的八十八呢 你 好 加油 其实这个表述和性格 有的时候你看 表述和性格 说他有关系也没关系 说他没关系也有关系 包括踏实 务实 有梦想 当你把这些看似矛盾的 这个词放在一起 进行组合的时候 在人生进行组合的时候 或者放回生活里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特别特别地有趣 就像刚才这一集 我相信每个人的看法 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大家都有一个想法 希望有爱的人 能够长期地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 一倍诗爱情保险器 来 附老师 天天圈的网友提问说 我和男友在一起 一年多了 最初挺好的 我们也都见过父母 但是今年年初 他突然跟我说分手 分开一个月又发现 怀孕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无论你现在爱或不爱 怀孕这个事 你都应该告诉对方 因为对方具有知情权 但无论如何 孩子不能成为延续爱情的理由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一倍诗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一倍诗 一倍诗 痰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一倍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倍诗的 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 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图牛客户端 赢百元现金券 我们的节目是由 海伦凯乐 林志玲专属太阳镜 大力支持的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下期节目